思想上面的那種訓練的方式 延續下來 我想像現在解嚴20年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 包含說我們司法體系裡面 很多人的那種心態其實並沒有改變 那個沒有改變其實相對是影響到 整個的一個司法品質 我同意你這種看法 現在已經大家都很一致 就是說藍的居多 藍的居多定義是差不多七星至八星 如果綠的變少 我要說的是 如果這樣政治案件真的搞到這樣 那對綠營是說白的嗎 如果沒有說白要怎麼辦 所以我同意說其實因為 十幾年下來司法改革 我們看到的開始是說這個司法權 尤其狭義司法 法官的心拍的部分 那個獨立性沒有問題 那個獨立性就是說 現在政治的黑手要進去 可能性微乎其微 反過來是真的有可能說 因為原先的那些 相關的司法人員的那種心態沒有改變 導致他反過來會影響到外面整個社會 所以我們一直在推動一個問題 司法衛名 我們相信他不是口號而已 現在就是說 類似像李子春 或者說我們認為說有一些 檢察官有一些問題 甚至於說像某一些判決 他我們一般講說審判核心 自由新鎮的那個部分 要讓他去監督 我們一直在推動一個東西是法官法 這個就是要針對人 針對人就是說那個心態 既然沒有改變 那我們就只好透過誰來監督 要透過一個民間組織的一個機構 來監督這些法官 我們希望說這個法官法 能夠通過的時候 就能夠對檢察官跟法官 有一個好的一個 一個watchdog的一個效果 我們都希望司法是獨立 獨立就是它不要偏藍偏綠 問題現在看起來是很偏藍 讓這個事情很嚴重 是不是有可能一個結果出來 既然一心有罪 露台 謝唐廷 玉皇公 起訴 有可能 陳菊半年來會判 三個要看 我看綠營 我看愛口沒辦法 算得這麼辛苦 結果都因為我看書 對不對 再來馬英雄沒罪 對啊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我告訴你 有一個事情 我要說這句很不客氣 但現在也不好聽 叫做司法界的私得戈爾摩現象 因為他回去 其實做一個法官 他要有這個 我們說真的要有guards 我就是要同心看 問題是 他以前的訓練的過程 他的訴訟叫污染疫 頭什麼總統講家園路 毫毫毫毫毫毫毫 他的思想用污染疫之後 他在裡面 那都流污官 其實都沒有 都在 他以前才有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 他以前才五六十幾年 你是做主管劍的 是 鳳雲我跟你報告 我如果去受訓 我就是去受害的一人 我覺得那時候 我當時叫人 跟俗課分連這些人 俗中分連這些人 本身也是受害的人 其實在整個大事話題 我認為他本身是受害人 因為他不應該去受 那種的制約跟分連 是 所以你現在說的 國電話你最高法院 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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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七子做六十幾年 我們也要講白話 他也會改變 他俗課 民主化也會讓他們改變思想 我們不要亂講 他們很多人 也會有民主化的思想 這可是有 但是有的人 變成一種斯德哥爾摩 他如果其實 做一個法官要獨立性 但是他獨立性 去壓迫之後 他說習慣了 沒有這樣他很難過 所以雖然沒有人去干涉他 他自己會去 把他以前訓練的那一套 拿來當作他判決的依據 這種就是他自己被害的思想 還在腦子裡 所以我跟公主會說 這個就從司法界的 司德哥爾摩的現象 只會被他淋了 反而去幫助 加害他的人 就變成這樣 我剛才說的是 那是最壞的情況 就是阿扁也要入台 一審有罪 再來是謝堂嶺 玉皇宮這個起訴 甚至特別費 再來另外一個什麼 萬元Q沒辦法 萬元Q沒辦法 陳菊還沒辦法 你贏到第四章 沒有 台灣人已經只有走上街頭而已 如果真的是 走上街頭只有笑嗎 你俗話要怎麼走上街頭 我不小心公平這樣 這樣遏止 但是我必須說 法官所受到的壓力 又其指是他在年輕的時候 所受到國民黨的思想牽制 來 這裡大家看 這是中央社的新聞 雷茜他兩個禮拜前去看 看邱毅 然後回來就講 他說聽說 陳總統要提名 判邱毅有罪的那個法官 叫張淳松 說要把他提名他當大法官 而且名字會很前面 請問這是造謠還是什麼 沒有叫中央有罪 對 但是你看 明明就是說沒有的事情 他可以把他講出一個故事 說因為這個張淳松 這個法官判邱毅有罪 有功於阿扁政府 所以阿扁政府 要酬擁他當大法官 這種故事 他可以以立法委員的身分 公開造謠 公開造謠 你想想看 這位法官他受到多大的壓力 請問邱毅是什麼 是因為他去檢舉阿扁總統 去揭蔽而被判刑嗎 邱毅現在在法院 在監獄裡被關 是因為他去衝撞地方法院 他因為他違反了法律 任何人衝撞地方法院 我相信沒有人可以接受 他是因為這個法律被判刑 然而可以因為這樣子 這個法官我相信 我認為他判一年 判秋毅一年兩個月 還清了 結果竟然可以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可以用這種造謠的方式 去傷害一個法官 你從對於這個法官來講 我真的照我的自由心證 好好的判罪判案 搞不好還是跟藍軍修理 你不要想起 這個事情在國民黨的時代 不是故事 國民黨辦了一個人 一個法官 跟那個 我們說票據外 大家都有罪 只有他打架沒罪 打架沒罪 先打架做任務委員 後來做秘書長做什麼 你們的計劃 那個謝孫大跟那個 謝孫大跟那個 謝孫大跟那個 小副總統他們的判不夠 票據外大家都有罪 只有他人的判不夠 他判不夠之後 他就去做任務委員 他一直生肯 這位不是我說的 是哪軍大家的 謝孫大說的 大家去看東西的報紙報道 非常的清楚 你說這個時候是不是故事 我告訴你 國民黨的時代 他們就幹過這種事 所以用他們以前那種想法 來想我們現在的 那個民進黨的政府 這實在是說起來 我現在要說的是說什麼 說這可能很多司法觀眾 不會同意 聽了也不舒服 可是我要講的 這不就是台灣的轉型正義嗎 就是說 當時國民黨的教育 到現在多少沒辦法改變 他都要說的教育體系 學術 說到外交 說到司法 說中哪個控制 不是這樣而已 情治系統不是這樣嗎 如果控制調的八成 好 八成 如果是說真的 這樣政治案 判的都會輸 台灣人民到底是要怎麼 欲哭無慮 這不是BI嗎 可是到底應該怎麼辦 等一下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一段廣告 你還是請按摩 只要喜歡 我們來講 你不要再看看 你怎麼收到 你怎麼搞的 我現在要在這裡 你怎麼收到 那些人 等於你 我們不可以 那些人 你怎麼收到 那些人 你怎麼收到 你呢 你怎麼收到